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在本届奥运期间 此类奖励房子的消息甚少出现 在本届奥运桌球混双比赛结束后 中国桌球好手王楠的丈夫郭斌在网络上发文表示 将赠送两名运动员各一块三公斤的金牌 总价值约700万元人民币 而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后 他曾送出九户豪宅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财经评论员唐浩俊分析 往届奥运期间出现不同的开发商向奥运冠军奖励房子 是因为房地产行情上涨 开发商销售量增长 资金量充裕 甚至在一些地方 有开发商明知现金流紧张 也会透过送房来造势 唐浩俊进一步解释 当下房地产开发商资金链较紧张 没有能力去做奖励决策 且部分开发商的债务压力未得到缓解 也不适合公开借助送房进行推销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百文喜则认为 今年尚未见到有企业公开送房 这与房地产市场变化 企业营销策略调整 及对选手奖励方式的重新考量有关 百文喜表示 房产对部分选手来说 是一种实质性的帮助 但同时也涉及到税务 产权等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和财务问题 在接受奖励的同时 也需要关注此部分 以保障选手的合法权益 人民法院报过去曾报道 2004年雅典奥运后 曾发生武汉一间房企 将赠送给运动员及教练的房产 抵押给典当公司 因房企未还钱 遭法院判决执行房产 运动员等人才得知房子 遭开发商恶意抵押 中国选手手持西班牙奥委会徽章领奖获赞 巴黎奥运羽球女单决赛昨日上演 虽然中国选手何冰娇屈居亚军 但事后拿着西班牙奥委会徽章登上颁奖台 进展奥运精神 西班牙奥委会在社交平台发中文贴表示感谢 西班牙奥委会官方致谢何冰娇 奥林匹克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受伤的马连对阵的选手何冰娇 今天领取奖牌 银牌 并拿着西班牙徽章向马连致议 非常细心 谢谢你 多家西班牙媒体报道了何冰娇的举措 圣赞何冰娇 31岁的西班牙羽球运动员马连 曾在2016年获得巴西里约奥运女单金牌 但后来因伤错过东京奥运 马连今年状态回暖 以4号种子身份来到巴黎 8月4日 西班牙选手马连在赢下首局 且第二局10比8领先的情况下 因伤退赛 何冰娇当时上前与马连拥抱 全场观众起立为这位西班牙老将鼓掌 何冰娇也因此晋级羽球女单决赛 何冰娇在领奖时 带着西班牙徽章上台领奖 他解释 今天在领奖台上 带着西班牙奥委会的一个徽章 因为半决赛中我的对手马连受伤 对此我感到很心痛 中国辽宁省铁岭县的王河出现溃口险情 溃口宽度约18米 据新华社报道 记者8月6日从辽宁铁岭市相关部门了解到 进入主讯期以来 由于持续强降雨 降雨总量达到往年的2.4倍 辽河支流王河水位持续上涨 受辽河顶托 低防长期受到浸泡影响 6日凌晨4040分许 寻地人员发现 位于铁岭县的王河右岸范家村段 出现溃口险情 溃口宽度约18米 目前 铁岭市县两级已带领专家赶赴现场 成立前方指挥部 组织提防抢险加固 受威胁群众已全部转移 无人员伤亡 抢险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实名举报长城贴词片 一片收费数万至数十万 8月5日北京 男子实名举报 北京十三陵特区街道办事处 党委副书记念有意 在居庸关文物保护区范围内 违法给长城贴词砖 每块100元成本的词砖 冠以爱国公益 国家工程等标签 收费高达8万到80万 网友回复一直以为 给长城贴词砖 珠峰装电梯是段子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大家好 我是长城中华一个功德宝 项目宣教主主任石改华 我实名举报北京市十三陵特区办事处 党委副书记念有意 未经批准 在居庸关长城文物保护区范围内 违法开展长城贴词砖工程 违到国家一个公益项目 充当诈骗组织的帮凶 以每块100元成本的词砖 冠以爱国公益 国家工程等标签 收费高达8万到80万 居然关爱情长城被北京市文物局 依法取得以来 业余一收受某次是爱国组织 真某某两台金牌交接后 为其规避项目审批监管 继续在文物保护区 扩建长城中华爱国公德宝 以爱国之名行诈骗之识 截至现在 被骗人数超2000人 违法所得近两个亿 自2018年6月开始 我就向北京市各部门反映 业余一等人设计的违法犯罪问题 所有证据都经公证处 保全证据公证 包括长城违建处罚通知书 宣传表彰通知 长城贴词砖 收款标准 收款账户 试听资料 严谨地证实了 证明目的和戴政事实之间的 关联性 合法性和真实性 但是到现在 依旧没有结果 在这期间 我频繁地遭受到 母慈善一国组织 曾某某等人的打击和报复 所有网络举报 被针对性的封锁 我保证以上所说 全都属实 并且愿为此 负全部法律责任 我恳请大家 能够持续关注此事 也请更多的 长城刻碑的 被害人能够站出来 为挽回国家公益组织的 公信力 做出一封贡献 谢谢大家 唐山打人事件 当市民警实名举报 再起风波 8月5日 当初在唐山打人事件中 严重失职的 办案民警陈志伟 手持身份证 实名举报 唐山市曹飞电区 办案人员 采用违规审讯手段 获取非法笔录 掩盖事实真相 称自己在该案件中 作为基层民警 被背黑锅导致含冤入狱 背后真相与网友看到的 有所出入 大家好 我是2022年6月10日 唐山市烧烤打人事件的 出界民警陈志伟 这是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号130 2271989 0301 6473 这是我的远警官证 远警号081720 我现在在一省外地 实名举报唐山市 曹飞家区办案人员 在办案期间 对我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 从而获得非法笔录 对610事件的相关真实过程 他们不如是制作笔录 掩盖相关事实真相 对我接受采访的过程 不如是调查记录 最终为了让 作为基层民警的我背黑锅 而对我进行迫害 罗治罪名强行定罪 2022年9月初 我被转押到 曹飞的区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 我曾两次收写申诉信 进行组织内的申诉 至今已近两年 没有积极的结果 我自去年7月16日 恢复自由之后 向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中级人民检察院 唐山市纪委监委 信访等多部门 实名举报我的案件 存在的问题 各部门 均告知我 他们受理了 我实名举报的问题 但是均没有了下文 我想让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 曹飞店区法院 提交再审申请书 但是他们根本不作为 只用延期的 司法手段拖延我 对于620事件的 相关实施真相 由于视频时常限制 我在这里 先简述3点 1 620案发接警后 到到达现场 用时近半个小时 造成出警严重 迟雾 而当时我在派出所 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 并且我实在 凌晨近3点 才被通知到有该警情 而临时处的警 从我接到命令 到到达现场 实际用时是10余分钟 2 我出警后 处理610警情 整个过程 用时近3个小时 从半夜 一直处理到天亮 做了大量的积极工作 3 我在接受采访的现场 当着唐山市 多个部门 十几名工作人员的面 如实说清楚了 我出警用时 是10余分钟到达的现场 新闻稿上 所说的出警 5分钟到现场不对 我拒绝念新闻稿 但是我仍被 现场的市级领导 排桌子 严厉命令威胁我 赶紧照着稿子念 在接下来的实名举报中 我会将610时间的所有事实经过 说清楚 并且我均有客观的录像 录音 微信聊天记录等等相关证据 和人证为证 我对我以上所说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但是 8月5日唐山通报核查情况 其反应问题均不属实 8月6日 陈志伟再度发声 称事发时 值班领导正带领 有关警务人员脱港 在外饮酒 导致无法立刻出警 几番沟通后 才临时通知自己出警 陈志伟还公布了一段工作群聊记录证实 不过 这段群聊已经被删除 荷兰消息 看看荷兰三人篮球 获得奥运金牌的梦幻式的一头 在篮球项目 荷兰绝对不是强项 但是谁能想得到 居然能够进入奥运的决赛 并且拿到奥运的金牌 昨天的比赛结束后 有评论说 这是一个好莱坞影片式的结局 昨天晚上在奥运三人篮球的决赛中 荷兰队对阵东道主法国队 争夺冠军宝座 双方打平后的关键时刻 一位染着白头发的荷兰运动员一记远头 篮球应声入网 一个两分球锁定了金牌 投入黄金一球的这位队员 马上被队友簇拥起来 他的名字是沃西德荣 苏里南裔的荷兰人 1988年3月14日 出生于苏里南首都帕拉玛里伯 荷兰的篮球运动员 他职业生涯的绝大部分时间 为ZZ莱顿队效力 也曾为荷兰国家队效力了10年 并曾经参加了2015年和2022年的欧洲杯 你认识他吗 他还是开幕式上荷兰代表团的棋手 其他国际消息 孟加拉局势未明朗 军方发声明表示 陆军参谋长扎曼计划在当地今日中午 会见发起示威的学生领袖 扎曼昨日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哈希纳辞任总理 将很快成立临时政府管理国家 呼吁民众冷静 共同努力维护国家和平与秩序 又强调将调查当地近期发生的暴力事件 印度传媒报道 哈希纳离开孟加拉飞往印度 下一站可能飞往伦敦 孟加拉民众用挖掘机拆掉孟加拉国国父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的雕像 人们欢呼着一拥而上踩他雕像的头颅 谢赫穆吉布拉赫曼同时也是前总理哈希纳的父亲 今天哈希纳抵达印度 由车队护送离开 这次孟加拉国的学生大示威 由政府宣布恢复公务员配额制度引发 政府称要将公务员的职位留给该国退伍军人的家属 引起不满 因为该国失业率很高 学生自7月初开始示威 聪明天安福4月10日 小龍亭培 принес太阳打平 小龍亭培 偿神送人的国立 祂 Ajcap瑪桀 聪明天安福5月16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月一日上午开始 经过约一日半的投票后 哈里斯已经购票 投票在当地星期一晚结束 委员会正式宣布结果 只99%的党代表投票给哈里斯 本月稍后在芝加哥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 将正式确认投票结果 总统拜登上月在政治及舆论压力下 宣布放弃竞选连任 并支持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稍后 哈里斯任命沃尔兹为副总统候选人 沃尔兹是明尼苏达州州长 他必须在赢得所谓的摇摆州或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明显多数的州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这些州在11月5日的总统选举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好 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